请听汉武大帝 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文质武功汉武大帝 我是安琪 上集咱们说到汉武帝下朝后 来到魏子夫宫中休息 正要旧请却接到急报 祖母斗坛后叫她赶紧过去 汉武帝心头一紧 窦太后最近身体不太好 前一天她才刚刚去见了窦太后 老人家一脸病容 无心听她禀报正事 只嘱咐她说 不要一心忙国事 老祖母还等着宝僧孙子呢 武帝刘彻是汉景帝最喜欢的儿子 他从小在窦太后身边长大 也深得窦太后的宠爱 可是登基后 却屡屡受到窦太后的干预 这祖孙两人的关系 就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当然 武帝也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 他知道窦太后是为了自己好 可是有件事情 却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这事和淮南王刘安有关 淮南王刘安是汉文帝的小弟弟 刘长的儿子 汉文帝对这个小弟弟啊 是非常的疼爱 窦太后对刘长也非常关照 可是刘长自己却不争气 野心勃勃要和哥哥抢皇位 后来兵败就自杀了 汉文帝也不记仇 又封了刘长的儿子刘安 做淮南王 刘安也是个有才华 有野心的人 他曾经召集门客 写过一本书 叫《淮南子》 大家都知道有一句成语叫塞翁师马 焉之非福 就是出自这本书 淮南子是在刘彻刚刚继位时问世的 当时的五弟急于变革 要重用儒式 而刘安深知 窦太后更喜欢皇老之术 于是投其所好 让门客编撰了这本书 那窦太后当然知道她的心思 一次 刘安进京朝见 窦太后就以很高的规格 接待了她 当时正值赵婉王藏 被罢免之际 这朝廷内外的人 私下里都议论纷纷 觉得五弟刘彻的地位 可能要有危险了 而五弟自己的亲舅舅填坟 竟然也偷偷摸摸 跑去讨好刘安 还说什么 大王 您也是刘家的低亲血脉 德高望重 才华横溢 当今的皇帝 连个儿子都没有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那能计他位的人 应该是非您莫属了 就连一向不关心朝政的王皇后 都特地去关照五弟说 你现在翅膀还没长硬呢 可不要跟祖母作对 虽然后来豆太后 也没有进一步 扶持淮南王的举动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确实给了小皇帝刘彻 很大的压力 五弟匆忙赶到东宫 却见豆太后精神焕发地 坐在那里 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个 病入肛肓的人 听到孙子进来了 豆太后脸上泛起笑容 她示意留彻 坐在自己旁边 这夜两人聊了很久 豆太后告诉五弟 当初五弟树敌太多 很多人都跑去向他告状 也有很多人想除之而后快 而这些人中 淮南王刘安 对五弟的威胁最大 豆太后在刘安进京的时候 接见了他 但是在家宴上 却向刘安暗示 虽然你刘安有能耐 但是能不能当皇帝 还是要由我这个掌握兵权的老婆子 说了算的 刘安本来是有谋反之意 回去后果然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五弟这才恍然大悟 豆太后又说 折刘安也心不小 他爹谋反未遂 为罪自杀 他一直怀恨在心 你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 说完 豆太后从枕边 摸出一个雕刻精致的玉盒 递给五弟 五弟打开一看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那半片虎符 豆太后爱连地拉住刘彻的手 说道 昨夜我梦见先皇来接我了 看来老身 我不能再为你保驾护航了 今后你要谨慎行事 我们大汉的江山设计 就全靠你了 五弟泪流满面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过了两天 也就是公元前135年的五月 豆太后驾崩 汉武帝将她和汉文帝合葬 并按照她的遗诏 把东宫的所有金钱财物 都赐给了长公主刘嫖 虽然汉武帝在继位初期 施行新政的时候遭到豆太后的阻拦 但是其实在很多方面 豆太后都是非常支持汉武帝的 豆太后去世前一年 汉武帝就曾经为义和礼增之博士 和文帝经地时所立的书 诗春秋博士 和为武经博士 而武经都是儒家经典 西汉初期的帝后将相 虽然多号黄老之说 但因为朝廷的放任态度 对各家学说都一视同仁 都设立博士 博士这个名显 在汉代和现在的意思可是不一样的 博士是古代的学冠名 始于战国 在秦始皇时 有博士七十人 汉朝承传秦志 诸子百家都有博士 身为博士之人 要精通古今学问 可以随时回答天子的下问 显然 当时的黄老说 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 而儒家学说也同样得到了发展 这里咱们再顺便提一下 人们通常认为 儒道对立 可是从湖北省金门市 郭殿出土的雏简 老子来看 这儒道两派 其实本来是同更深 智趣也相互贯通 老子对儒家所尊奉的观念 如圣 仁 义 礼 孝 词 等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另一方面 从其他史料看 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 老子是觉者 留下的是修炼的方法 而孔子是圣人 教给人的是做人的思想 这一觉一圣 维系了人们思想与物质 不致不成比例的败坏 为日后众生在中土结缘 变加稳定基础 据史料记载 汉武帝主要推崇的是 儒家的公扬春秋学 这是研究以公扬传 解释春秋的学问 相传为战国奇人公扬高所著 专门阐释春秋 最初只是口头流传 汉朝初期才写成书 并曾受到汉景帝的重视 汉武帝之所以推崇 公扬春秋学 应于其所阐释的春秋大义 包括尊王 维护中央最高权威 主张大一统等 深深契合汉武帝的宏伟志向 儒学成为中国王朝正统统治思想 是通过汉武帝尊儒术 设置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等 以政治制度 社会制度的形式确立的 儒学的这种地位 延续到清朝都没有改变 不过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 但并没有彻底排斥其他学说 更没有采取灭绝百家的极端措施 其罢处百家仅仅是罢退诸子学官 而且允许其活动 甚至对有才能者一加以任用 前朝的一些信奉黄老说的大臣们 也仍被重用 除了在全国各地不拘一格 广招人才 汉武帝还新办太学 创立了国家教育体制的雏形 这太学中的太啊 就是第一的意思 咱们中国人喜欢把高、大、圣、最 这些意思和太子相关联 比如太阳、太空、太子、皇太后等等 而太学就是指最高学府 即天子掌控的中央大学 具体的操作办法呢 就是在京城里设立太学 选出五名最有学问的宏儒 做五金博士 再选拔五十名最优秀的青年 做博士弟子 也就是太学生 学生学习的课程为五金 考试通晓其中一役者 便授予下级咨询官吏之指 优秀者可充认皇帝侍从 更加优异者破格提拔 那除了太学 各郡国也开设学校 设立学官 致学官弟子 待遇相应参照太学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事的强大 西汉太学不断扩大 博士弟子逐渐增多 汉昭帝时有一百人 宣帝时两百人 元帝时有一千人 到成帝时达到三千人 平帝时由王莽府政 竟然扩招至一万人 显然 汉武帝创立的太学 虽然规模有限 但大学教育雏形已经形成 汉武帝通过太学 不仅为国家培养优秀的 儒家学者和官吏 也为自己的统一大业 奠定了基础 时间过得飞快 豆太后过世转眼就两年了 这两年 汉武帝不时拿出虎符来拔弯 现在他兵权在握 又经过了几年时间的筹备 应该是讨伐匈奴的时候了吧 可是 这匈奴人哪 是个游牧民族 成天骑着马乱跑 打他们的话 到底是从哪儿打起呢 这天上朝 大家商讨完证事后 汉武帝又提起 讨伐匈奴的事 将军王辉站出来说 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管保叫匈奴人 自投罗网 插翅南飞 汉武帝听了 眼前一亮 那么王辉到底 提了一个什么好主意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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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